DK 首先 可能我们先了解高思维的定义吧 高思维 不一定等同你高智商 所以我其实不太喜欢用高思维这个词汇 因为有时候我们用多了 其实不知道什么是高思维 我会比较喜欢用比如说高思维 我认为像他可能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是高思维的一个部分 然后他有创意 他也是高思维的部分 他能够分析 然后他能够综合 所以他其实高思维是有很多严肃的 那么这些严肃对这个孩子来说 当然还是重要的 如果这个孩子他能够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他能够去解决 他能够创造 他能够去分析 他能够综合很多的意见来解决一个问题 这个部分对这个孩子的学习还是重要 所以现在我们的教育实际上 他在培养这方面的孩子 方向是没有错 可是现在思维这个部分 他毕竟还是停留在你的思考能力 这个认知能力 现在很多国家的教育局 其实也已经不单单是停留在这个部分 那他国外他们开始 现在他们都很强调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素养 就是competency 也就是说 他不仅仅是你的思考能力要跟得上去 你的动手能力也要有 就是说你还要能够有动手的能力 那除了你要有动手的能力 你还要有一个道德的判断 你有了这个知识 你有了这个动手的能力 你还会用在对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部分把它综合起来 变成素养这个名词叫做 whopinence 能力上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啊 这些能力都很重要 然后我们也看到 比如我在两年圈我去台湾 他们就很重视这个生活技能 如何维修椅子啊 人家去坏了怎么维修啊 然后一些基本的动手的能力啊 烹饪啊 缝自己的衣服等等 这些很基本的生活技能 他也是有教导学生 要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所以我实际上 我还是会比较倾向你说 应该也要让孩子 有这样的动手的能力 感谢观看